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 4月20号 广东 广西 江西等地出现大稻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 目前广州 深圳等地雨势减弱 部分地区预警降级或解除 中央接向台预计 未来三天 广东 广西 湖南 江西 福建 浙江等地 仍有暴雨灾害中高风险 提醒市民需要加强防范 连日来 内地南方局地雨势强劲 从19号开始 广东大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部分地区达到特大暴雨 韶关 清远 广州等地城区 多个路段内涝积水 21号凌晨 随着降雨明显减弱 深圳大部分地区解除暴雨橙色预警 广州结束防暴雨内涝应急响应 受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 京广高铁 广深港高铁部分列车 停运或晚点 京广县部分朴素列车停运或折返运行 铁路方面迅速安排部分受影响旅客 及时转程 与此同时 受19日以来强降雨影响 广西 贺州 桂林等部分乡镇道路受阻 农田被淹 多条河流站点 已出现超景0.07至1.2米的洪水 广西水文中心20日17时发布 今年首次洪水蓝色预警 提醒多地民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同时 江西南部地区部分河流和水库 出现水位上涨 多地的水库提前开闸泄洪 缓解防洪压力 气象专家预计 未来三天 广西 广东 湖南 江西 福建等地降雨较强 部分地区累积雨量大 且伴有强对流天气 公众需高度警惕 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避免前往山区和地质灾害 亦发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